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的慈爱 祢的恩典 借着祢的爱主救助了我们 谢谢圣灵的引领带领我们经历祢的同在 此时欢迎祢的宝血来竭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 使我们的心在祢的面前是敞开的 你设立祢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 教导我们 让我们爱祢 会向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妹 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马太福音五章四节 诗篇五十一章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六节 七章十节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 哀众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上帝 我们受困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因为医者上帝的一失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奥违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使 报告耶和华的恩怜和我们上帝 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我们知道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们也知道在神的教导里面 圣灵的安慰里面 隐藏着无限连续的慈爱 而只有那些有信心的眼光 他能看见超为人事物的障碍 为什么因为他们上山与神独处 他们与主耶稣经历那山上的祈祷 他们带祷里面流出他们心中的挚爱 看见人生命中的需要 他们为罪为生命祈求 他们的哀痛是出于连续和持爱 他们的哀痛是出于对生命的关爱 为此而让人们能得见救恩 看见正直的道 与上帝的爱之的救赎那恩典的厚道 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 能让我们看到真光的来临 来照耀我们黑暗的心灵 使我们的心能被光照耀 能被河水洁净 使我们的心能清澈 而且能看到上帝借着圣灵的恩典 在我们里面有许多安慰的灵敏 为了要来建立我们的生命 重建我们的生命 活在他自由的慈爱和恩典的光众 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堪 我们就知道上帝他对我们所接受所悦纳的祭 是我们能为那些为罪 为生命带出忧伤的灵 我们能为罪悔改 我们能更新生命 甚至我们能把这样的生命来告诉那些心理忧伤的人 心理被罪中捆绑的人 因为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轻堪 不但不轻堪 神还会来充满他们 来洁净他们 让他们看到天国的富有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 在爱洁净的门夫 爱洁净的人有罪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武藏世界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有福的人 民福的人 满福的人 幸福的人 他们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是怎样 爱洁净的人 他们的心理忧伤 爱洁净就是 憧伤 悲哀 圣经来告诉我们 强调这里的悲哀 是为什么是来悲哀 强调那些被世界的罪 捆绑的忧伤 为那自我的心灵的饥渴 需要恶悲善 为人的灵魂 失丧 活在黑暗中 活在捆绑中 活在失去生命的 弦哀中 那种迷失的感伤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为这样的爱动的人 这样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看重灵魂的哀伤 他们看重生命的哀伤 他们看重他们的需要 所以这里 哀痛是为这些事而被爱 第二个 哀动的蒙福 爱动的蒙福 是因为他们看见到自我的伤痛 他们能小的来到主的面前求救 当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 也是要来告诉他们 来往他们的心中的人 他们内心的情况 他们内心的需要 好让他们能看到 主耶稣要把这样恩典和真理的爱 来向他们彰显 而在这恩典的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能可以看到 我们生命中的黑洞 我们生命中的伤痛 我们生命中的伤害 所以哀痛的心 就会在我们的里面蠕动 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卑微 我们是多么需要主的恩典 我们的灵魂是多么需要 光来照耀我们 除去我们生命中 心中的黑暗 好让我们的心 能重新的触动 重新的发掘到 我们生命中的需要 所以使我们的内心 能借着光照耀 我们能开始的成长 开始的来向光发芽 开始的被正道来喂养 开始的来认知十字架的救恩 开始的晓得主耶稣 为什么道成入身的目的 来解动我们生命中 黑暗的捆绑 刚硬的心 自我的无能 它检查人心的深处 知道我们生命中 那隐藏的心痛 那被捆绑的失重 那不能向别人述说的 无奈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 因为医者上帝的一失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奥回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教人时 这里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 若是我们照着上帝的一失忧愁 我们就不会有后悔 我们就没有懊悔 我们就可以得救 因为在主的真理里面 我们被真理的光照耀 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和捆绑 因为在爱的知恶里面 恩典的救赎里面 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伤痛 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罪恶 以致在保血的洁净中 我们被洁净、被赦免 但是如果我们为了世俗的忧愁 情义、血气、仁义 我们活在试探中 我们活在被引诱里面 而在这里面不但只有让我们忧愁 而这个忧愁带出了罪 而罪的代价就是使 使我们迈向黑暗的勇客 所以哀动的忧愁是为了教导我们离去世俗的诱动 除掉我们生命中、生活中虚妄的意念 除去那些罪恶的角度 将我们的心在度的归毁在主爱的社民 让祂的怜悯来牵动我们向着神救赎的恩典 带领我们脱离黑暗的捆绑 无奈的捆绑 远离我们内心外在的哀动 让我们看到认识救恩的信实 不再被这外在短暂的忧伤所挥动 所影响 我们很多因为环境的需要 而因为外在的缺乏 和因为外在的压力 带出来的喷比 带出来的自卑 活在别人的既往里面 所带来的忧伤 我们都可以放下来 来认识这救恩的主 让祂来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看到 借着主耶稣的爱 祂的赦免 在真理里面的释放 使我们得胜 世界撒旦的宋动 所以在以撒亚书61章2节 报告耶和华的恩典 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 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者 报告耶和华的恩典 就是来报告耶稣 道成肉身 十字架的救赎 这恩典的联税 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而这恩典的人税 是主耶稣 借着祂的宝水 来洁净了我们 借着祂的父佛 使我们重生 借着祂的能力 来战胜死亡的权柄 而我们知道 上帝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上帝报仇的日子 不是我们与人 与血气争斗 上帝报仇的日子 是祂已经得胜了 撒旦死亡的权势 而这死亡的权势 是黑暗权柄掌权责 他在我们的里面 已经没有地位权柄和能力 而我们靠着主耶稣 保血的捷径 赴佛大能的披带 我们可以得胜 所有黑暗的权势 死亡的咒诅 而让每一个人 都能得见 这样美好的救恩 在祂的真理恩典里面 得释放 而这样的安慰 是要来安慰我们 每一个哀动 每一个受伤 每一个受捆绑 活在悲哀的人 来告诉耶和华的恩怜 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现在是恩典的时代 现在是怜悯的时代 当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还能接受 我们还能面对这样的恩典 使我们的身心灵 使我们的后裔 得见这样的慈爱和救恩 第二个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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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巴拉喀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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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我们记得我们上一次讲说 保慧师就是圣灵 是保慧师 跟这个巴拉喀料 它的根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受嵌眠受安慰受鼓励 成为我们生活的伙伴 一个安慰我们 陪伴我们走出忧伤的 一位伴偶 一位同伴 所以当一个人哀痛的时候 神就会猜拳他的圣灵 在我们的中间 来劝勉我们 来安慰我们 来鼓励我们 而且真正的哀痛 他能经历到圣灵的安慰 他能经历到上帝的安慰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巴拉喀哩哩哩哩哩哩 他们借着圣灵保卫师 巴拉喀哩哩哩哩 在我们的里面 他来安慰我们 他来带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悔改 让我们能接受这真正的光 真正的怜悯 真正的忧伤 我们必流露出我们心中的准备 我们生命中的更改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生命 我们都需要光的生命 我们都必须要受切勉 受安慰 受鼓励的生命 我们多么需要有一位保卫师 时常的跟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在 而只有这一位永生的圣灵 永远的灵 他能在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过程里面来陪伴着我们 来带领我们 来安慰着我们 来扶持我们 使我们不再被罪灾的哀伤 世俗的忧伤 傻蛋的伤害 来护盖着 那种无能的覆盖 那种残忍的覆盖 那种看不到光的实话 这位圣灵巴拉克里特 他在我们的里面 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想到阻碍的人民 让我们想到天父的慈爱 我们能受切勉 受安慰 受鼓励 离开生命中的哀动 忧伤和伤害 使我们欢欢喜喜的 让主的爱来敞开我们的心灵 进入他丰富的安慰 我们心灵能受安慰 我们良知能被洁净 不再像主掩盖 我们的生活被他的爱几率 我们的意志被启花 我们向着光行走 我们向着光敞开 我们的生命不再像以前被捆绑 活在黑暗中哭泣的一个角落中 被遗弃的样子 神借着他的爱把我们救赎起来 使我们的耳能听见 使我们的眼能看见 使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真理中被灌溉 我相信这个就是圣诞节最好的意义了 圣诞节是我们每一天都看到 主耶稣诞生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的救赎安慰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真理的灌溉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的灵敏在引导我们 使我们的心能安静 乐意的让他真理的慈爱来修改 来改变我们患难一心 让我们得以与主亲近 让我们愿意让这位圣灵成为我们的同伴 成为我们安慰的遮盖 成为我们旅行中最美好的办公 不管你是谁 你都需要这样的朋友与你同在 使忧伤化为喜乐 来兼顾你的心 这是外在的富有拥有所不能给予你的 是别人没有办法篡改的 别人没有办法夺取的 因为这是圣灵给你的富有 这是圣灵给你的尊贵 这是圣灵给你无价的生命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六节 我们受烦恼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当我们在忧伤的时候 我们在受烦恼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圣灵的鼓励 圣灵的安慰 我们愿意把这样的安慰来告诉你们 他如何拯救我们脱离那忧估的伤害 那世王的期内使我们得救 使我们得安慰 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安慰 这样得救的恩典来告诉你们 我们一起来同享这神给我们 每一个人的恩典 不只是我 不只是你 而是每一个愿意来信靠他的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圣灵的安慰 圣灵的鼓励 圣灵的劝美 使忧伤能自然的 在我们的生命中拆火 他不再有能力居住 当我们接受这样爱的点燃 我们的心被光照 我们的心被他的爱充满了热火 他这个热火能燃烧 所有生命中隐藏的邪恶 这热火能燃烧所有我们生命中所被玷污的 他来洁净我们 他不但来洁烧我们 为了要洁净我们 他把他生命的火水注入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能流出 解除我们生命中的饥渴 我们能过清常到那种 忙忙忙的释放 我们被那凡事所招牢 我们被那盲目的眼光所遮怪 我们被那迷茫的未来所恐惧 我们都要在神的恩典里面 神的光照里面 得释放 除去了我们生命中的迷惑 所以哀动的心的安慰 是因为主救赎的恩典 奇妙的在我们的生命中 解除了我们生命中的迷惑 使我们认识真实真正的生活 是活在他的心里面 一个无畏的心 就是真理的公义 一个真实的盼望 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一个爱的生命 是一个忍耐 看到主的爱所赋给我们 与我们同行 伴着我们 除去我们的孤单 把那圣洁的生命 使我们心灵 护活起来 使我们带着他 复佛的能力 迈向永恒的道路 迈向光明的道路 唯有主 能给我们这样生活的意义 生命的目的 使我们能自由的 在这个世界上 见证他的荣耀 使我们能在真理里面 得释放 得自由 使我们能在他的救恩里面 得快活 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刺激 追逐 使我们失去了自我 唯有在他里面 在他光照的恩典里面 我们的生命 带着喜乐和欢笑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就是慈悲的父 是各样安慰的上帝 是的 我们要把这一切的荣耀 这一切的颂赞 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上帝 因为他借着慈爱 慈悲的父 赐下各样安慰的上帝 也就是圣灵的同伴 圣灵的同行 圣灵的安慰与切勉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过程里面 使我们能站立在这动荡的世界里 来见证他的作为 愿这样的怜悯 这样的慈爱 匆匆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中 直到永远 我们同心来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的天父 感谢你 愿一切颂赞都归于 三位一体的上帝 谢谢你慈爱的供应 谢谢你恩惠的救赎 谢谢你安慰 切勉恩典的同在 愿这一切的恩典 匆匆满满的 在你所创造的百姓里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贝